大家可以看到這幅畫 它就一個人在這裡 旁邊是有一點點暗淡的顏色 但是沒有什麼裝飾 認真導覽介紹畫作 日本現實主義畫家 原從浩畫展開幕 特別邀請藝人賴慧如 擔任一日館長 因為我會想到 就是看到自己的阿嬤 好像一日阿嬤今天剛過完生日 然後一年一年 隨著年紀的增長 好像那也有點慢慢的 退化的感覺 所以就看到這幅畫 會讓我覺得 有一個想到自己的阿嬤 又想到說 它是不是還有什麼事情 沒有完成 看到作品如此寫實描繪 坦言也會想到自己阿嬤 而藝術中心更精心準備 神秘小禮物 我沒聽過耶 從雕塑家江基敏手中 接下雕刻作品 驚喜又感動 原來賴慧如七月曾 獲邀參加浮雕像計畫 如今創作完成 江基敏還大方贈送給她 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 兩位女性都在這邊 就我現在會這麼的努力 在工作在打拼 其實主要是為了阿嬤 因為阿嬤她從小對我的期望 就希望我可以有一個好的成績 細緻刻畫出本人模樣 還有女兒和阿嬤陪伴 不過外界也關心 她的好朋友曹雅雯 身邊是否同樣有人相伴 她的事情我說真的 我們兩個平常這麼常出去 我還真的完全沒有聽她提過 她結婚這兩個字 因為我們曾經有說過 結婚要互相包六萬給對方 趕緊幫忙澄清 賴慧如透露 從來沒聽過曹雅雯提到結婚的事 就怕傳言一出反到意外斬斷 好姐妹桃花 明日新聞陳薇宇 台北報導 好姐妹桃花 是